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下面来关注一下新冠疫情让全球碳排放量下降17%的新闻 研究表明 在上个月 新冠病毒导致停摆高峰期间 全球每天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17% 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年度下降碳排放量 但是根据科学家们表示 随着生活和极热气体含量恢复到正常水平之后 碳排放量可能又会回到之前的水平 《自然气候变化》杂志研究显示 全年的碳污染水平将比2019年低4%到7% 7%的预测是在全球大部分地区 全年都实施最严格的新冠病毒封锁措施的情况下预计得出的结果 但是如果提前取消封锁措施 那该结果将会下降为接近4% 在4月份的其中一个星期里 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大约3分之一 对于中国的碳排放情况而言 今年2月 中国的碳污染减少了将近4分之一 印度和欧洲分别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为26%和27% 同时自新冠病毒开始以来 全球碳排放量降幅最大的一次 发生在4月4日到4月9日之间 在此期间 全世界每天排放的碳污染比元旦当天少了1870万吨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气候科学家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 我们需要根本性的结构变革 因为单凭个人的行为是无法达到减少污染目标的 洛杉矶时报则表示 继一半碳排放量减少是因为运输量的减少 主要是汽车和卡车量的减少 相比之下 大幅下降的航空旅行数量只占总污染下降量的10% 在美国 碳排放量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加州和华盛顿州 这两个州的排放量暴跌了40%以上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